轰的一声 两层圣光罩加上两层元素火盾 几乎是瞬间就被全部撕裂 青黑色的光剑也是狠狠地 撞在完成了交叉十字神与格挡的龙浩尘双剑之上 那一瞬间的碰撞 周围所有人都看到龙浩尘的身上蒙上了一层青黑色的光芒 整个人没有后退 但他身上燃烧的太阳之火却是瞬间就熄灭了 龙浩尘脸色不变 尽管此时的全身一阵冰冷 风元素与黑暗元素疯狂地向他体内奔应着 但是金光也同样在他身上升腾而起 那是光之复仇的光芒 有光之复仇出现 那就证明龙浩尘的神与格挡完成了 那嗜血被他没能真正地破开他的防御 一声大喝 从龙浩尘的口中爆发出来 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从他体内浓郁的液态灵力流转而出 居然就那么硬生生地震散了嗜血被他的风 与黑暗双属性魔力攻击 圣灵看上 蒙上了一层金色的液态灵力 看上去更加的绚丽夺目 此时的龙浩尘就像是太阳之子 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在龙浩尘 抵挡住嗜血被他攻击的同时 其他人也没闲着 王远远和司马仙 已经分别从左右两侧攻了上去 全力攻击嗜血被他的腿部 七阶魔族的身体 那强度可是极为的恐怖 纤细的腿部相对会脆弱一些 受到圣隐灵卢的影响 嗜血被他不会攻击他们 但自身强大的防御能力 还是彰显无疑 王远远好一些 硬碰之下令嗜血被他的身体被撼动几分 没能接上对龙浩尘的第二下攻击 而司马仙的嗜血状态刚刚结束 暴灵丹威力还没有爆发出来 悍然硬碰下 整个人都被先飞出去 双手虎口同时爆出了鲜血 但是光头牧师的性格也是相当的彪悍 浓语的红光再一次从体内爆发出来 借助着暴灵丹 居然是两次用出了狂华技能 皮肤下 芒筋求结 宛如一条条小蛇绿洞般 肩食如花岗盐般的肌肉 也是光芒泛气 愣是再一次扑击而上 爆灵丹的效果开始发挥出来了 王远远一击震动嗜血贝塔后 再一次向巨灵神之盾上 安装起了那三枚晶体 同时再一次吞下了一颗恢复灵力的灰灵丹 也就在这时 一抹漆黑的身影 瞧声息地出现在 嗜血贝塔的头顶上方 暗金色的光芒闪耀 指此嗜血贝塔 头颈相连之处 那正是彩儿到了 面对着彩儿的攻击 哪怕是嗜血贝塔 这种级别的存在 也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 没有再去攻击龙浩尘 身体剧烈的一阵 全身毛发奔章 脚趾鳞片 瞬间爆发出强烈的 青黑色光芒 叮当一声 彩儿的暗金色匕首 在他脖梗处狠狠一丝 确实被那坚硬的毛发 和脚趾鳞片弹开 连带着他自己也是腾空而起 避开了嗜血贝塔身上 爆发出的青黑色光芒 世纪一号猎魔团中 攻击力最强的彩儿 居然都没能把他给伤到 此时 其他九支新进猎魔团的情况 就要比龙浩尘这边 好上太多了 运良队的普通双刀魔 遇到强大的魔法师 一扫便是一片 还有着其他职业的配合 在其他方向都使杀得风生水起 已经有大量的运良车 被火系魔法点燃 他们偶尔遇到的强大魔族 最多也就是 毕丽双刀魔这个级别 集合团体的力量 应付起来并不困难 数千名主要由双刀魔 和魔眼术士组成的运良队 已经是七零八落 溃不成军 每一支新进猎魔团 在短时间内 至少都有斩杀 上百敌人的收获 正像龙好尘 之前布置时 所设想的那样 为了功勋制 礼魔团精英们的士气高涨 只是 大火也掩盖了战场上 大部分的形势 每一支礼魔团 都只能顾及自己身边的情况 对于龙好尘他们这边 最多就是看到 混乱元素玻璃强大 未能爆发而已 显然 那是龙好尘团队发出来的 他们还没有发现 龙好尘这边 所面临的危机 针退彩儿 嗜血贝塔 已经是壮弱疯狂 他恨透了 眼前的这些人类 尤其是用圣隐灵炉 吸引着他的龙好尘 他知道 不将龙好尘斩杀 是无法杀掉其他人的 这一次 还没有再喷吐光芒 而是闪耀着 青黑色的光芒 直奔龙好尘就扑了过来 这一扑 无比迅激 同时 他身上 也蔓延出了一层浓烈的 青黑色光芒 化成了 与他一模一样的光影 率先铺制 恐怖的压力 扑面而来 奇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内灵力过万 龙好尘 才不过两千的内灵力 这只嗜血贝塔的实力 虽说远不能和高英杰相比 但权力以赴的爆发 也足足 有他五倍的灵力 那已经不是神与格党 所能抗衡的 更何况 这还是嗜血贝塔的 全力一击 面对嗜血贝塔 这锁定自己的一扑 龙好尘是临危不乱 牵引技能用出 拉扯在 不远处的浩月身上 借助着浩月巨大的体重 给自己的身体 一个反拉力 整个人瞬间横移 嗜血贝塔 虽说锁定在龙好尘身上 但他这是尸体攻击 自然不能像能量攻击那样 自行转向 四肢在地面一弹 再一次向龙好尘扑去 这个时候 王远远的巨灵神之盾 已经安装完毕 陈英尔的生灵之门 也终于是完成了召唤 采儿和司马仙 追向了嗜血贝塔 林兴和韩宇的防御技能 拼尽全力地 向龙好尘身上释放着 整个场面 看上去有些混乱 可此时此刻 龙好尘的心中 却是无比的清醒 应拼那是必死无疑 这是龙好尘给自己的答案 哪怕是有伙伴们的 防御技能帮助 面对一个 七阶魔族拼尽全力的一击 他也绝对承受不住 就在龙好尘 准备下定决心 拼死一搏之际 背后三声合一的怒吼 骤然响起 震儿与龙的嘶吼声 混合着淡淡的紫衣 透过了龙好尘的身体 撞击在嗜血贝塔身上 龙好尘 只觉着全身一热 体内的鲜血 仿佛被完全点燃一般 紧接着 他清楚地感受到 背后一股大力 狠狠地 撞击在了自己的身上 从其他人的角度 看得更加清楚 在龙好尘牵引着 浩月的身体 令自己倾斜过去的时候 浩月的三个头 猛然扬起 怒吼声中 他那庞大的身体 竟是完全变成了 晶莹剔透的紫色 一声怒吼 紫色光晕 瞬间喷涂 笼罩住了龙好尘的身体 同时也透过他的身体 撞击在 嗜血贝塔身上 嗜血贝塔 释放出的 青黑色光影 居然就那么消融了 他的本体 也在空中猛然一致 这一谱 居然就被他看上去 不过是 雾气形态的 紫色阴暈之气所挡 就连嗜血贝塔眼中 因为暴怒 而燃烧起来的血液 也随之暗淡了下去 反而是 流露出 一丝惊恐之色 浩月 化为晶莹紫色的身体 就伴随着 他喷吐出的紫光而动 从后方 以风驰电车般的速度 撞在了 龙浩尘的身上 令众人 瞳孔收缩 打惊 骇意的是 浩月 那四米多长的身躯 居然就那么 融入了 龙浩尘的身体之中 令龙浩尘 整个人 都蒙上了 一层紫色光彩 原本 一头黑发 瞬间变成了紫色 同样 变成了紫色的 还有龙浩尘的左眼 通透 晶莹的金色眼眸 突然有着一只 变成了紫色 这是何等怪异的事 赤肉 龙浩尘此时的感觉 就是赤肉 他只觉着 自己的身体里 似乎是多出了一股 无比雄魂的能量 刺激着他的身体 疯狂生长起来 原本十四岁的他 只有不到一米七的身高 但此时 却在瞬间增长 包括他的骨骼 肌肉 似乎都受到了 那股庞大能量的作用 在紫光的围绕中 转瞬间变成了 足有一米九 开外的修长青年 紫发披肩 金光与紫 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眸中 迸发着 夺人心魄的光彩 龙浩尘身上的圣灵凯 不愧是灵魔级套装 伴随着 他身体的变大 也在随之增大 龙浩尘的相貌 本就俊秀 但原本的他 毕竟只是一个少年 这一看上去 甚至是 有些像女孩子 但是此时此刻 在紫光环绕之下的他 就连王圆圆这样性格 十分男性化的姑娘 看得都呆滞了 金色与紫色 就像是正义与邪恶的融合 英俊到极着的相貌 宛如创世神 精雕细着而成的雕像 白袭的皮肤 也透出了高贵的紫色 他整个人的身体 甚至都略微悬浮在半空之中 紫谋高贵而血液 金谋纯净而善良 这两种不同气质的结合 令龙浩尘宛如一颗巨大的瓷石 吸引着周围一切生物的注意 哪怕是作为死敌的嗜血贝塔 看着身体迅速变化的龙浩尘 都有些呆滞了 居然没有立刻向他发动攻击 陈英尔的生灵之门 已经完成了 可惜天不从人愿 这一次从生灵之门钻出来的 竟然是一只白白胖胖 圆圆滚滚的小猪 小猪身长不过齿鱼 白袭的表皮看上去 很有几分晶莹剔透的感觉 他此刻正一两好奇地 看着周围的一切 当他的目光 看到通体紫光盈然的龙浩尘时 就像是看到了鬼魅一般 嗖的一下 反身扑出 直接就扑在了陈英尔的怀中 身体更是在瑟瑟发抖 因为过度的恐惧 一张猪嘴 甚至是咬在了陈英尔的手上 陈英尔 只觉着手掌略微有些刺痛 但并没有在意 此时他眼中满是星光灿烂 哇 太帅了 这就算浩尘长大以后的样子吗 好帅啊 帅得无敌了 陈心状的光芒 不断从他眼中释放出来 他只觉着 自己的心瞬间就像被强行剥夺一般 从没有过花痴的心态 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出现了 彩尔的感受和其他人不一样 因为他不能目视 看不到外边的情况 但他的感觉 却要比任何人都要敏锐 他感觉到龙浩尘变了 原本的龙浩尘消失了 他的气息 正在以几何倍数的增强着 一股他无法形容的气息 正在飞速异变 令彩尔骇然色变的是 他体内的轮回灵弩 与轮回之间 在这个时候 骤人迸发出强烈无辟的杀机 那似乎是完全出于 自我保护而产生的凛冽杀气 自从拥有了轮回灵弩 与轮回之间后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主动出现变化 难道说 是因为龙浩尘身上的气息 令他们感受到了威胁 甚至是恐惧吗 整个异变过程 说起来慢 实际上就是一瞬间的功夫 一双晶莹剔透的紫色翅膀 骤然从龙浩尘的背后 疏然开来 翅膀不算很宽 翼展也只有三米开外 与当年龙星雨 所施展的灵力化翼 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但这紫色的双翼 却像是紫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 没有羽毛 却充满了晶莹的质感 灵力化翼 灰耀起势 世纪一号猎魔团众人的心中震撼 是无以复价的 没有人知道 龙浩尘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个变化是好还是坏 但可以肯定的是 灵力化翼 正是灰耀起势的特征 而且 此时的龙浩尘 恐怕 不只是普通的灰耀起势那么简单 圣灵剑 悄然消失在勿望我戒指中 龙浩尘的手中 只剩下了一柄蓝与光之芙蓉 璀璨的金蓝两色光彩瞬间爆发 龙浩尘左手做出一个上托的动作 金色与蓝色就那么化为两缕光芒 在他掌心之上环绕 有效 感谢观看